这一次的敌对实际上是因为有几个事件累积而成的 造成一小部分人比较过激 我觉得到现在仍然认为这是一小部分人的事情 不是绝大多数人 很多人可能已经感觉到这个不变 但这个不变并不影响到他们对整体的大陆游客到香港的认识 几个事件 一个事件就是奶粉的事件 因为内地出了奶粉的三女青汗事件之后 慢慢的很多人就来香港买奶粉 但尤其是在过去这两年 有好多人就来这买奶粉 带了很多奶粉走 变成了一种走私行为 但是就是夹带过去 但是大陆那边又没有限制 所以奶粉的事情引起很多人的不满 因为有的时候确实小孩要吃奶粉买不到了 第二个事件就是说 在内地到香港来买房子这个事件上 也有很多人表示不满 因为就是很多内地人有钱到香港买房 一些房子被相对的抬高了 那么这个上面 但其实这也不完全是内地人的事情 当然是炒家多数可能还是香港本地的 但因为政府出手限制这些措施 也令到一些人就没有炒卖的机会 政府出了双倍印花税 一些打击措施 蜡招出来以后 有些人也因为这个特别是房地产经济这些人 做地产中介的他们也受到一些影响 所以有各种各样的原因造成有相当一部分人 感觉就是跟大陆现在的紧密关系 特别是经贸联系增多以后 负面的因素在他本人感觉上面是比较强的 正面的他又没有感觉到 所以他就会有些不满 但是这一次的事件我觉得是有点过分的 因为他这次是明显的是 与香港的法治的社会这种容忍度 和大家这种互相尊重 这个作为一个现代化的 这社会里边的这个基本公民的道德观念 和行为准则都有违背 所以这个方面应该谴责的 所以过去的矛盾当中谁是谁非都很难说 但是这一次的矛盾计划是非好像很清楚 因为我们看到整个的新闻报道中 这个香港人就无端端的去指骂 辱骂那些正在排队购物 根本就没有任何这个起到冲突的 那个大陆的游客内地的游客 所以这也受到了不少这个官方啊 一些专家包括梁正英啊 还有一些四位局长的一些谴责 所以您怎么看待这么过激的行为 是日积月累形成的吗 然后您觉得就是主要这一次的冲突 就是他们认为这个你们占用了我们的资源 大部分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您觉得这个是不是主要的原因 我觉得这个这是一部分的原因 一个事情就是咱们刚才讲到的主要几点 一个是奶粉事件了 一个是楼架 还有一个就是有内地的这个夫妇 都不是香港人的 那么他就孩子到香港来出生 然后就在香港上学 也认为是抢了香港的资源 对这个有一些问题上确实是内地的可能考虑的不周 做的事情是不太合适的 但是呢这一次呢 确实不完全是这样的 这个以这种直接针对内地人 用这种贬义的词去攻击的形式来说 完全是一种有目的有企图的 那么这个呢 从客观上来说 跟前一阶段有人强调就是香港人就是香港的 那么这个是以外相成的 他们的这个观点都是说 就是香港现在应该拒绝接待内地的人 那么这个所谓的这个承邦论嘛 就是说这个香港要自成议题 那么实际上是不可能 我们一开始就讲到 香港实际上是喝的水也是从大陆内地买过来的 那么你这个所有的这吃的蔬菜啊 最近就因为内地鸡不能上市了 很多人也在那里闹 也在抗议 那么这个说明很大程度上 香港的生活是依赖内地的 你不能断绝这个关系 但另一方面呢 他们认为呢 只能享受内地的这些资源 客观上他的要求 不能分享自己的资源 我自己的是不能跟你分的 但是你的那个我可以分 那么甚至以前的情况是 因为香港经济基础比较好 所以觉得自己呢 就是我有钱 我买你的东西还不可以吗 但现在呢 内地的这个中国水平提高了 经济实力增强了 所以呢 他自己又没有这个站的 说话很硬气的那种角度 所以心理上面呢 也确实有一些压抑 他这种压抑呢 就想发泄出来 那么这一次呢 是过激的发泄 跟前一阶段有人 跑到这个中环的 那个解放军的这个军营那去啊 然后说要扯出这个 当年以前的这个港英旗帜啊 这样的呢 都说明代表一些激进的分子 我觉得香港大多数的市民 即便是说 因为某些环境上面 遇到有一点不舒服 或者是不太方便的时候 他们想的并不是那么远 没有那么严重 他们觉得这个是可以容忍的 因为毕竟大家有来有往嘛 你要享受这个 也应当给别人一点机会 但是这种过激的行为呢 偏离了一个法治的这个精神 这个呢 是香港不能接受的 香港与内地 最本质的区别之一 就是香港的法治比较完善 在这儿要守法 而且不管你是什么人 你只要违法了 我们都要一视同仁的处理 所以这个方面呢 他们违法了 不管是特区政府官员 还是警方 都应该采取措施的 特区政府的官员高调表示这个呢 我觉得政治意义上来说 是要对中央也要表示出一种态度 就是特区政府是不容忍 这样的事情发生的 但是至于怎么样做呢 下一步我们看 这个警务处长曾伟雄已经讲过了 他说会依法处理这个事情 下一步我们还要看 警方的下一步的动作 有很多这个内地跟香港人之间的矛盾 是因为内地人觉得 就是香港人觉得 内地人大部分这个文明的行为 还不够这个超前 比如说不太文明啊 乱过马路 乱吃东西啊等等不文明 但是这一次的矛盾 我们却看到了香港人的一些 不文明的行为 您觉得这种会给香港 作为一个国际支援中心 作为一个国际的旅游 大都市会带来什么样的负面影响 而且您觉得这一次的这种基建分子 少部分的基建分子 他们背后是不是有其他的力量 这个你提的第一个问题很重要 就是说香港呢 给人的印象都是特别好的 最近一段时间 这个几个月一年左右的时间 我见到一些报道和一些网上的这些言论 都认为香港现在相比来说 并不是最理想的 有很多内地的人去台湾旅游 然后回来就在网上发表感想 就觉得台湾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文明的社会 百姓之间呢 大家很有礼貌 这个当然我们自己过去到台湾去 都有这个经验 就是很有礼貌 而且互相之间彼此的包容性很强 然后他们到香港来呢 就已经感受到 香港的这个不是所有的人 就有相当一部分人冷漠 而且呢有敌意 这种呢 不仅是对整个说对内地的通报 对海外的游客也会有这样的影响 因为你现在把全世界都连通在一起了 在网上出现各种各样的言论 全世界人都可以看到 这对香港是不好的 至于说这一次的行动 是不是还有其他势力在操控 这个我就不清楚 但是我可以感觉到 就是说在政治议题上面 有些人把生活的议题 拉到政治议题上来说 是有政治目的的 这是肯定的 但是至于说 他们究竟是以什么样的形式进行组织 那我也就 这个没有确凿的东西可以讲得出来 但是可以看得到 现在网络很发达 如果利用网络的工具 进行一些组织和集会的这种活动 是很容易形成的 特别是有些人感觉自己很郁闷 找不着发泄渠道的时候 他借一个机会就会闹出来 这种事情不应该支持 而且应该及时的制止 所以香港和内地之间的矛盾 还是需要多沟通 不要把它政治化 可能就会更好解决一点 是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